台湾出现Omicron个案 加上春节返乡人潮众多 边境防疫成为重中之重 站在第一线的相关工作人员 被要求尽快接种第三剂疫苗 不过国内校园第二剂BNT疫苗 是从2021年12月才开始进行 根据国外的施打经验 年轻男性施打第二剂BNT 产生心肌炎 心包膜炎副作用的比例高于第一剂 也让许多人忘之却步 但心肌炎 好发于年轻男性身上原因 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但始终还没有解答 为早期侦测心肌炎 心包膜炎 台大医院选择四所男生比例比较高的高中 针对约6000名学生进行心电图监测 在他们施打第二剂BNT前后都各测一次 介意观测心电图的异常变化 希望能抢先在副作用被诱发之前 进行预防治疗 小数人会免疫反应高到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肌 容易发生心肌炎的族群 就是男生 还要高一到高三 高中校园里的青少年们 施打第二剂BNT疫苗时面临大抉择 一位根据美国的数据 12到29岁的族群 施打BNT第二剂之后 心肌炎通报率是第一剂的十倍 大家也很纠结啦 到底要不要打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mRNA这个疫苗 它本身要打两剂 它的保护力会比较高一点 那所以说 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安全上的疑虑 那到底要不要打就尊重家长的决定 他们都很赞同 就是我去打第二剂的部分 对 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有去打疫苗 就是这个能保护我们的自己 接种BNT疫苗又发生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可能性 有家长全力支持孩子打第二剂 但也有部分民众却步了 打第一剂之后呢 就发现我们门诊充斥了一大堆 是不是有心肌炎 也不知道 胸痛的病人一大堆 那不过其中有抓到几位是有心肌炎 那后来就一直大家有争论 第二剂要不要打 心肌炎发生的几率其实很小 主要好发在年轻男性身上 男生约万分之一 女生约十万分之一 所以看在医生眼里 完整接种疫苗还是力大于弊 但为了降低心肌炎的风险 台大医院展开一项监测计划 又把高危险区事先找出来 为了确认心肌炎的危险度和发生机率 台大医院将心电图监测仪器搬进校园里 这是全球首创针对青少年疫苗的心电图监测计划 医院前进南港高宫 建国中学 成功高中 大安高宫 这四间男生比例比较高的学校 对近六千名学生进行检查 让学生们在施打第二剂BNT疫苗的前后 各监测一次 观察心跳是否出现异常 那正常的心电图都会有所谓的P波 QRS波跟T波 像这个是正常的波起 如果偏向心胞膜炎主要的表现就是 ST波的变化 就QRS波的S结束到T波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专家表示正常的心电图 会有P波QRS波跟T波 代表着心脏收缩到书章的时间历程与状态 而这一张就是异常心电图 红色箭头是P波 蓝色箭头是QRS波 照理来说 每一个P波都要有一个QRS波才对 但这个波形却没有一对一的传导 这就代表心脏可能出现了心肌炎等异常状况 医师提醒 以心肌炎来说会有胸痛 很喘 四肢冰冷 脸色苍白的症状 心胞膜炎则是中央或左侧的胸痛 呼吸时会不舒服 容易喘 心剂 腹泻及呕吐等等 知识疫苗为何会引发心肌炎 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确切原因 只能推论出两大可能的因素 在疫苗制备过程中 会让这个免疫反应尽量不要太高 会让它降低一点 可是还是会少数人还是会引起免疫反应 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心肌发炎的一个可能原因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 这个疫苗 就因为这病毒本身可能有一些 结构部分跟我们心肌细胞有点类似 所以引起我们抗体产生的同时 这个抗体也同时去对抗了我们心肌细胞 其实心肌炎不是只有打疫苗才会出现的疾病 但一直以来男女的罹患几率都很悬殊 那这些个案当中将近八成都是男性 男性比较高的原因 目前推测可能是跟性荷尔蒙 对免疫系统反应不同有关系 有些研究是认为说 男性荷尔蒙它会抑制抗发炎的细胞 所以无论是感染或是接种疫苗之后 年轻男性它的发炎反应可能都会比较明显一些 飞侵入性的大规模监测可提前发掘身体的不寻常 毕竟疫苗是目前对抗病毒的唯一解方 进一步分析了解病毒的全貌 希望让民众不要因为过度害怕 而丧失了产生保护力的机会